房屋介紹的小短片 是王小姐疫情期間自學剪輯出來的 王小姐原先是婚禮主持人 五月中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有案子可以接 至今少賺了十幾萬 她決定上網接案 當SOHO族維持生計 那我是想說也還是需要生活的 所以我就開始上網 想找一些兼職的工作 在家工作的部分來做 她看到房屋代銷公司 在真文案小編 一篇文三百元 六月十八雙方開始接洽 王小姐七月四號開始寫文案 對方要求製作影片 一支影片五百元 隔了兩天 王小姐交出文案跟兩支影片 但代銷公司不滿意 王小姐反覆修改 最後雙方決定不合作 一路來都不滿意嗎 我就想說好 那不滿意就算了 我也沒辦法 本人學意不經就算了 結果但是後來又被我發現 她在粉絲頁上有使用 王小姐發現對方 十一號在粉絲專頁 擅自使用她製作的影片 但沒有付錢 是她用了我的東西在粉絲頁上 我有直接在粉絲頁上留言說 欸你沒有付的錢 是不能用我的東西的喔 結果她就瞬間 馬上把她的粉絲頁上的貼文 然後還有那個 就是那些影片全部都刪掉 房屋代銷公司承認 確實在王小姐同意之前 有使用影像 但並沒有不願意付錢給她 反指控說是王小姐不接電話 並稱使用影片後 又要支付兩支影片 共一千元費用 但王小姐說雙方在終止合作當天 她早已封鎖Line 認為著作確實遭到侵犯 雙方也決定對付公堂 交由法律來審判 七月的新聞 陳鴻英 李蔡影台中 請好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T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 T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